哈喽大家好我是余庚莹 我在兔子包里面饰演的是白浩文 更多的她性格就是一个跟我比较像 就比较直接 然后对于自己喜欢的人 就会很大胆地去就是表示 对是一个比较直接勇敢的人 当时可能在校园里面 然后碰到了李根锡的妈妈 去听就万强老师 然后呢对她就是有一种爱慕之情 万强老师是那种很知性的美的 然后你就会对这种美的东西 你会很向往 所以想要去表达 自己喜欢欣赏她的这个感觉 其实当时是一直在训练唱跳节目 就是自己唱跳一直在训练 然后当时就是一直在找一个机会 然后因为很多原因 其实没有能够上节目 所以当时就想说 那我还能干什么 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是时候要突破一下其他的领域 我不可能只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做好一个艺人的话 你可能全方位你都得去接触一下 不管你是能不能走好 我当时就想说 那我起码要尝试 至少我不后悔 所以当时我就去很多组里面去试戏 对 非常有 就是当时的试戏的那个阶段对我来说还蛮煎熬的 因为你没有基础 你没有学过表演 你没有学过台词 然后你就这么去了 再加上可能 你刚开始演的时候 我还试到过就是 明明镜头摆在这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女演员 女演员对戏 然后可能她就是 这个摄像机全程在拍她 因为我本身就是 可能做唱跳出身的 所以我对镜头感是很敏感的 所以我能感受到那一段 完全没有在拍我 就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所以当时会很打击 但是我可能因为我性格原因吧 金牛座我就很倔 就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要做好 就是我最起码要 博到一次机会 让我试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吧 对吧 就是你可以说我不好 但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说我不好 对 当时就是想要证明一下 对 在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我觉得心理状态是最重要的 对 其实无关于说 你的实力好不好 这个都是可以后期训练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 你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准备参加创造营的时候 其实是我第二次去面试创造营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 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 是不是自己其实竞争优势变小了 那我当时想说 如果我年纪已经是 没有办法允许我犯错了 那我是不是得把我实力提上去 当时就想说 那我实力起码得到那 但是真的参加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实力的问题 是你对于你自己整个人的规划 你是想要在这个节目里 到底想要什么 你要想得很清楚 不然你的情绪会随着节目的播 就是随着节目可能播出了 你录制了 你慢慢的 你可能你的心态会变化 就可能你会 哇我好着急 为什么这一次排名我不搞 然后你就很着急 那个时候是最考验人性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男团嘛 所以其实之前也有组合过 那有的好有的坏 就当时对于我的状态来说 我就想说 刚刚也有个问题说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偶像 我就是想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往上爬 就我没有想过说 啊我一定要红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 都是很虚无缥缈的 就是真实的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 你能不能抓住它 我想的是当下的问题 当然我自己唱歌跳舞 本身自己擅长的这一块业务 我希望我当然它能一直持续下去 然后对于演戏这一方面呢 我是希望我自己可以 从基本功一直打起来 所以我对于我演戏上的规划 就是一步一步来 就我不能急 我越急可能我越演不好 因为演戏它是一种 很感受类的东西 它不是说 今天我训练了一下 我的形体它就可以变得很好 它不想跳舞啊 我今天跳好了就好 说实话我还蛮在乎他们的想法的 因为第一次上萤幕 也不知道于跟音在萤幕前 给观影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是不是他也有可能性 所以我 我更在意的是 他们看完这一个片的感受 我希望他们可以就是 看完之后是真的觉得 于跟音是有可能性的 我会更坚定的去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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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上 感谢观看